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普京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谁最终会干垮了他 因为普京这么多年来 一方面对内部实行高压政策 对他的政敌使用投毒或者弄进监狱 罗子罪名进行镇压 然后他的主要外部敌人 当然是美国,还有乌克兰 还有英国,还有德国 以及一系列欧洲国家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真正干垮他的人 反而是跟他关系最亲密的哥们 反而是中国的习近平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个基本事实 第一呢,现在俄罗斯疫情发展迅速 这几天每天都以上万确诊的速度增加 要知道俄罗斯一万确诊 几乎就相当于美国的三到五万确诊 因为俄罗斯的检测技术非常糟糕 跟中国的水平差不了多少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确诊人数呢 其实都是病重人数 所以说呢,他现在一万这个确诊呢 就意味着说他有三万甚至更多的人感染了 而且呢,他的这个速度呢 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个,就是目前呢 俄罗斯呢,已经成为疫情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现在呢,俄罗斯杜麻的四百五十位议员呢 已经在一起讨论向中国索赔 因为他们认为呢 中国呢,已经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他们主张呢,至少要赔偿 就中国至少要赔偿两万亿美元 其次呢,我们再来看看 俄罗斯更严重的损失 那就是它的石油业 由于中共的这个病毒呢 很少全球 结果导致全球的经济活动迅速下降 而这个经济动力 就是这个动力,也就是石油 成了这个石油危机呢 成了这个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成了最严重的这个就是行业 就是经济,就是产业危机 也就是说呢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这个石油危机那么严重 因为呢,全世界的人呢 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开车了 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车流 像加利福尼亚州都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全世界的航班呢 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人船呢,我估计减少的数量 也差不了多少 工厂也有相当比例的停产了 也就是说石油供过于求了 而在所有的经济行业当中呢 产业当中呢 就是说呢,石油产业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 它主要的投资呢 是基础建设投资 也就是说呢 确定哪个地方有石油 然后钻孔 然后把管道建立起来 剩下的成本都低得可怜了 剩下的成本 也就是说呢 可能才每一桶石油呢 只要几个美元 也就是说呢 大部分成本呢 都是早期的这个基础建设 所以说呢 为什么石油会出现 这个价格会低到几美元一桶 甚至能够低到负几十美元一桶呢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因为它已经 石油它必须要不停地 就是说弄出来 你要给它停顿的话 损失会更加严重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呢 整个设备 你早期投入的这个设备 你都得毁掉 要冒这个风险 所以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所以无论价格多么低廉 石油行业都要继续维持生产 只是他们现在不再开辟新的油田而已 就新的勘探行为全部停止了 另外他们想方设法 节约成本 尽可能解雇更多的人 也就是说呢 现在他宁愿把石油白白地在大 流淌在沙漠里 他也不能停下来 所以说呢 这就最悲催的呢 就是俄罗斯了 因为俄罗斯经济呢 可以这么说 各行各业都非常落后 非常萧条 在国际市场上都没有竞争力 就是俄罗斯呢 已经堕落到跟中东国家差不多 只能卖原油 他就是他唯一兴旺的产业就是原油 其次呢 就是钻石开采 他的这个其他都没有市场 在国际社会都没有市场 而他本身的这个内部的经济呢 也缺乏活力 所以说 但这一次呢 他的这个石油业呢 完全被习近平给彻底干垮了 所以说呢 普京始料未及 会有这么一个悲惨的结果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继续谈我昨天的话题 就是说呢 中共蓄意偷渡呢 已经被证实 从某种意义上 因为呢 我今天高兴地看到 德国之声呢 继继续揭露 这个中共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上就投毒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受害者呢 他是这个37岁的这个意大利的极健冠军 他呢 现在呢 就是意大利的报纸 德国的这个媒体都去采访他 他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说到中国 中国没几天就感到很难受 就很多人都病了 很多人都咳嗽 感发烧 呼吸困难 而且呢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病 这个他们一个 跟他一个宿舍的 居然就有六个运动员都生病了 而且呢 其他的运动员生病了 这说明中共呢 第一批投毒的对象呢 是 大学生 那是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那个运动员村 投运动员村的目的呢 就是想把全世界的军队都弄瘫痪 这样他就好解放台湾嘛 这就是中共的既定战略 当时呢 就是很多人 就说运动员病了以后呢 他们也接受了治疗 甚至呢 这个意大利极健运动员 极健冠军说呢 回国以后呢 他们找医生 化验医生呢 只是认为呢 他们只是非典型感冒 因为就是他跟其他感冒的症状 不太一样 但是谁也不清楚 这种病呢 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非典 而且呢 现在据德国之声 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报道呢 发觉出来呢 法国的阿尔萨斯 也是在去年12月份 就发现了这个病人 而且这个病人呢 很可能也是来自 武汉军人运动会 要知道武汉的军人运动会 是去年10月18号就开始举行了 他比后来中共所宣布的零号病人 就是12月份才出现的零号病人 要早了两个月左右 而且呢 比中共后来又报道的这个零号病人 有两个日期 一个是12月8号 一个是11月17号 甚至最早的有11月7号 都要更早 也就是说呢 中共呢 从来没有老是交代零号病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到底在哪里出现的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但是呢 现在呢 随着这个德国人 德国媒体的不断地挖掘 我相信这个真相呢 最终呢 都会招然于天下 因为从逻辑上来看呢 中共的确是在去年10月18号 世界军人运动会召开 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投毒的准备才会出现 这么一系列问题 第三个呢 我要谈的问题呢 是也跟意大利有关 因为意大利现在已经有三个区 宣后独自向中国提出索赔要求 每个区的索赔要求都是200亿美元 200亿欧元 这笔钱不多 这笔钱呢 可能是他们计算的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它毕竟是每一个区的 不代表意大利全国的 如果意大利全国都索赔的话呢 按照意大利区的数目和他们其他的所受的损失呢 应该说呢 意大利 仅仅意大利一国向中国提出的索赔要求 就可能多达这个1000多亿美元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87个国家 成为中共病毒的受害者 我相信最终都会向中共索赔 这个索赔的金额足以让中国彻底破产 不仅彻底破产 而且未来几十年都不得翻身 这笔赔偿呢 可能呢要超过当年这个根子赔款的 一百倍到一千倍 可能够中国人要还上一百年 因为根子赔款呢 也是还了几十年 后来中断了 后来中国拒绝还了 但是这一笔病毒赔款呢 看来是赔定了 而且呢将来赖不掉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 最终都会逼迫中国还这笔赔偿 因为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你伤害了别人 你就肯定要付出代价 否则的话呢 这个世界就没有正义可言了 否则的话 那人人都感觉犯罪了 否则的话 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进行危险的病毒研究 然后把它投放出去 危害人类了 所以说呢 中共把中国已经带到了万劫不复之深渊 最后我想要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呢 这个媒体上讨论 香港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可以这么说 香港所采取的所有防疫措施 都比纽约更晚 更迟缓更慢 而香港的人口呢 规模呢 就城市规模 就狭义的城市规模呢 跟纽约差不多 仅仅比纽约少了一百多万人口 因为纽约的大部分人口呢 还都是他的大都会圈 也就是生活在新泽西呀 长岛呀 或者这个 甚至康涅狄格州啊 就是比较远的一些地方 就是说呢 还都是住在耗时 跟香港人还不一样 香港真正要按照城市计算的话 纽约五大区只有八百五十万人口 香港人有七百多万 而且呢 香港人的密度呢 远远超过了纽约的密度 因为我住在黄后区 我知道 即便在八百五十万 纽约五大区的居民当中 真正住在这个apartment 就是那个高楼大厦里面的这个居民呢 可能呢 只有这个五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说 只有大概两百万左右 两百万可能还不到 就大部分呢 还是住在那种耗时 比如说连排别墅 或者耗时跟耗时之间 差距不远的 而香港人呢 恰恰相反 绝大多数都住在那种apartment 就是大楼里面 居民大楼里面 这种居民大楼 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 但是香港为什么传染这么低 纽约为什么传染那么高呢 这实际上就是在证实 我的这个判断 就是中共从127种新冠状病毒 挑选出来 向这个世界军人运动会 投毒的这种病毒呢 主要是对白种人 具有较高的杀伤力 OK 谢谢您的观看